如何不用自己拍攝影片 也能在YouTube每天賺100美金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 通過YouTube平台賺了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美金 而他們卻從來沒有拍攝過任何一支影片 不用任何攝影器材 也不需要場地 今天我會教你兩個方法 如果不用拍攝影片 就能在YouTube上面賺到錢 哈囉你好 我是Ken 我每週會在gathomeworld.com 更新網站資訊以及教學內容 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新的網站資訊囉 愛因斯坦說過 如果一個想法在一開始不是荒謬的 那他就是沒有希望的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荒謬的內容吧 如何不用拍攝影片 卻能夠在一個專門投放影片的平台賺錢呢 第一個方式 是知識共享 什麼是知識共享 知識共享就是Created Common 透過這個方式 從YouTube篩選出來的影片 都是免費5版權可以供共享使用的影片 這個方式是完全合法的 由於影片發布者在一開始發布影片的時候 將影片勾選為知識共享的內容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編輯作者提供的影片 那麼知識共享跟你的影片有什麼關係呢 比方你搜尋Top Gold 這邊可以看到出現很多進球的精華影片 這邊都是可以供你免費使用的影片 然後你可以把搜尋到的全播進球片段 重新排列組合再剪輯成一部全新的影片 就成為了一部精彩的Top Gold影片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範例 我們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Top10 或是任何Top主題的內容 可以看到非常多這類型的影片 他們的點閱率都非常的不錯 然後我剛剛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非常好笑的影片 名稱是Top Trend 可以看到這則影片有600多萬的觀看數量 你是不是很好奇這樣的觀看量能夠獲得多少收益呢 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YouTube的收益換算方式 YouTube會依照影片類型的不同 提供不同的收益標準 如果以平均值來說 每1000的觀看量可以獲得3美金的收益 相當於每100萬的觀看量 大約可以有3000美元的收益 這則影片有600萬的觀看量 換算下來的話大約可以獲得18000美金的收益 唉唷,不錯喔 那我們看一下Hi的影片內容 可以看到裡面就是不斷的播放各種火車的片段 沒有任何的旁白,也沒有背景音樂 你是不是也很傻眼 只要製作一部這樣的影片 就能夠賺到18000美金 而製作這部影片的步驟呢 也很簡單 就是上網搜尋Trend 然後選擇自私共享 再把你覺得合適的片段 解析成一部Top Trend的影片 那你就有機會跟他一樣賺到18000美金囉 當然不能這樣做 我們實際上可以搜尋一些有趣的Top拍名 然後做成自己獨特的Top影片 但有很多朋友實際操作過後發現的一個問題 是 這種操作方式被越來越多人知道 影片的素材也越來越難找 要怎樣做出跟別人有差異化的影片呢 我這邊可以教你一個小技巧 你先搜尋你想找的關鍵字 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搜尋出來的 好像都是這些你已經看過的影片 而你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要把你搜尋的關鍵字 翻譯成其他國的語言 例如日文 韓文 你會發現搜尋出來的影片 完全是不同的一個世界 哇 其實很多人在製作完幾部影片後 會遇到瓶頸 不知道如何產出新影片的原因 是英文沒有素材 但實際上 看來不是英文沒有素材 而是不知道如何去尋找更多素材的方法 像這樣的方式 把你原本的語言 提升到兩三種 或更多不同種的語言 那你找到素材的數量 也就是翻倍的數量 相信對於要使用這種方式 來產出影片的你來說 是相當足夠的 而你知道除了英文、中文之外 世界上還有一種非常多人使用的語言是什麼呢? 就是西班牙文 如果你把你想搜尋的關鍵字 翻譯成西班牙文 你就可以發現更多從未發掘過的影片素材 你就可以把這些從不同語氣抓到的影片素材 整合成一支全新的影片 另外你是不是在想 我已經知道這個影片製作的方式 但是對於製作的方向完全沒有靈感 想法怎麼辦 這邊有兩個方法可以教你 首先你可以在YouTube的搜尋串上面打TOP 然後可以看到下面產生很多建議的關鍵字串 這些都是比較熱門的關鍵字串 你可以朝這個方向去發想製作類似的題材 而另外一個方式 這邊介紹了一個網站 Keyword Tool 這個網站上面可以搜尋很多平台的熱門之串 有Google YouTube Instagram Amazon eBay等等 首先我們先選擇YouTube 在搜尋串這邊打TOP 可以看到產生了694筆的資料 這邊都是現在最熱門的TOP排行 你可以用你有興趣的關鍵字去輸入 就可以獲得更多延伸的搜尋熱門字串出來 作為你影片題材的創意發想來源 第二個例子呢 我們來看這個頻道 The Ranking 這個頻道是專門在做排行榜單的 可以看到它目前擁有30萬的訂閱 一共有25部影片 然後我們將影片從熱門程度排序 可以看到最高觀看量的影片有2172萬次觀看 再來是890萬 870萬等等 那我們帶入前面提到的YouTube的收益換算公司 可以發現這一則2172萬次觀看 相當於21x3000 可以有62000美元的收益 排名第二的影片 890萬觀看的 約有2.4萬美元的收益 然後可以看到它下面每部影片都有非常不錯的觀看量 整體可以為它帶來很不錯的收益 那我們再來研究一下它影片的內容 像這一部2000多萬觀看的影片內容是在演示 2011年到2018年 YouTuber的頻道Top追蹤人次的排名 這邊可以看到製作的模式非常簡單 首先就是將收集好的數據資料 做成動態的影像展示 可以看到這部影片中作者本身沒有露臉 也沒有任何一句旁白 只是把整理好的資料展示出來 就可以有這麼巨大的觀看數 那像這樣的一部影片要如何製作呢 我們把這個YouTube的影片分解看看需要哪些元素 裡面有影像素材、背景音樂、字幕跟縮圖 首先我們先從影像素材的部分開始 這邊跟你介紹了兩個網站 可以搜尋到很多免費的影像素材使用 一個是Pixels 另一個是Canva 兩個操作的方式差不多 我們這邊打開Pixels 選擇Video 這裡有出現很多影像素材 可以先預覽 然後選擇一個你想要的效果 視頻做下載 這邊要留意喔 YouTube檢視你影片怎樣的時候 畫質也是在評分的標準裡面 所以我們下載的時候要選擇1080p或是更高的畫質 這樣做出來的影片才能夠獲得較高的評分 接下來是音樂的部分 YouTube對於創作者在音樂這一塊非常的照顧 你可以直接到YouTube後台 這邊就有免費的音樂可以供你使用 有任何的類型可以依照你剪輯影片的內容 來選擇適合的背景音樂 如果你是介紹一個恐怖電影的排行 可以選擇一個恐怖的配樂 如果是一些娛樂的內容 也可以選擇一些輕快的音樂 選擇好了之後 你可以直接下載 再套入到你的影片中編輯就可以了 不只背景音樂 裡面有很多的效果音效可以使用 非常的方便 當你的影片都製作完成了 最後一步呢 就是需要一個吸引人的YouTube縮圖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到剛剛提到的Canva這個網站 Canva這邊一樣有提供非常多的素材跟字體 當你的封面縮圖製作完成之後 檔案格式選擇PMG下載後就完成了 有了以上這些步驟 你就可以將自己整理好的資料 不需要拍攝任何的影片 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完整的製作出一部高質量的影片囉 你有看過周星馳演的一部電影《十神》嗎 《十神》裡面有一個片段是這樣的 在十神比賽的時候 王金做什麼菜 周星馳就學他做什麼菜 王金做到哪個步驟 周星馳就跟著他做一樣的工作 後來王金就跟裁判抗議周星馳學他 裁判就說啦 比賽就是這樣 就好像游泳跑步一樣 還不是你做什麼 他也做什麼嗎 抗議無效 就像今天提到的 台陽版跟Top10類型的影片製作模式都大同小異 就像是《十神》提到的比賽模式一樣 還不是你做什麼他也做什麼嗎 身體的草件 你就取決於誰表現得更好 誰的題材更吸引人 誰的影片質量更高 就能夠獲得更高的觀看率 看完今天的教學 你也趕快動手試試你的第一部YouTube影片吧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內容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新的網站資訊囉 你還想要看什麼樣的內容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Kat 下禮拜見 掰掰